日前,北一女国文教师屈贵之指出,教育部已去中国化为原则编列108国文课纲,认为文言文是党国遗毒,必须大量删减。 如此一来,国文课源所蕴藏的中国传统价值无所复利,社会伦理秩序因而快速崩塌。 屈老师所言,获得广泛共鸣。 简单来说,当社会伦理秩序走上了歪路后,就是家常觉得孩子越来越难管, 老师也觉得孩子越来越没礼貌,年轻人本是未见尝尽,一身毛病倒是推陈出心。 老师为了少惹麻烦,不予学生置气,不必应付无理取闹的家常, 以佛系心态教学就成了自保身心健康的普遍选择。 像屈老师这样有良心的国文老师,能从传统价值系统出发直指问题核心所在, 那是很少见的,因为政治利益或浅层思考下所推动的客纲改革, 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恐怕是那些推动去文言文运动者所始料未及, 或是不在乎的。 没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,却将覆盖全社会,任何党派都不能置身事外。 顾言无以为,是大夫之无耻,是畏国耻。 北一女的屈老师对此深有同感,无数家常,亦无我心有栖栖焉。 自作孽带来的祸害,不只会发生在别人的家庭,也会发生在你自己的家庭。 那不只会是别人的小孩,也会是你自己的小孩。 直言之,儒家所建构的伦理秩序还是要远远好过 为左与白左门以自己为神所建构的无节制自由的社会。 台湾当前以政治挂帅的克纲改革,其深层机理恰恰就是源自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一面。 当新的道德秩序无法建立,就有秩序中有价值的一面又屡遭毁坏时, 这样不断上演的反制大戏对社会所造成的伤害,将依乌弧底。